正版的群晖下的迅雷终于来了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在群晖下的下载软件 那其中有一款呢是让人又爱又恨的 那这个就是玩物下载 相信在大陆的小伙伴都知道有这么一款下载软件 无论是从下载速度还是从使用体验 甚至呢是从多年以来的这个装机量 稳居第一的那非迅雷莫属了 当年玩物下载的曾经一度被誉为是迅雷的群晖版本 那么一经发出呢就广受大家的追捧 但是由于被网友发现他在后台偷跑流量 那时间不长自然就黄了 后来呢又更新了几个版本 但是还是无法被广大网友所认可 那么今天群晖下的官方迅雷的版本真的来了 它到底好不好用呢 是不是像电脑上那么快呢 会不会也偷跑流量呢 那带着这些问题 接下来就跟金水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在几天之前呢 非常荣幸地收到了迅雷的内测邀请 大家一起跟我来先看一下它的下载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版本呢 还是内测版 它适用于X86平台和ARM X86平台呢支持32位和64位的版本 而ARM架构呢只支持64的V8版本 这次的迅雷不但支持6.0 也支持7.0的群晖版本 你可以用两种方法得到测试版的迅雷的安装程序 一个呢是加入他们的QQ群 另外一个呢就是使用迅雷云下载的链接 当然呢我也会放出一个下载链接 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到视频的说明里自行下载 好我们现在首先打开下载链接 让我们下载对应我们群晖系统的版本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硬件和系统的版本呢 首先我们打开控制面板 找到信息中心 再找到CPU 如果是Intel或者是AMD的 就是X86的平台 那如果不是呢 则你应该选择ARM的版本 好我们现在下载好了应用程序之后呢 我们来到我们的套件中心 我们打开手动安装 点击浏览 找到我们刚才下载的程序 注意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程序的后缀 一定是.spk的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迅雷会自动产生一个新的文件夹和下载的路径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 这里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定义我们的下载路径 好我们在这里再次检查物物之后呢 我们点击应用 这里会弹出安装成功的窗口 我们点击确定 之后呢我们需要刷新一下 这里刷新一下之后 你才能在套件中心的找到 那我们在套件中心找到我们刚才已经安装好的迅雷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添加快捷方式到我们的桌面上 如果你不愿意呢也是ok的 那这里呢我们点击打开 我们打开迅雷程序 这时候呢系统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迅雷会需要用我们的手机迅雷扫码来登录 这里的登录方式呢就相对比较单一 手机的迅雷呢你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那里下载迅雷的最新版本 或者呢用微信扫这个二维码安装也是可以的 iOS的平台呢还在开发之中 用iPhone的小伙伴呢还需要再多等待一段时间 那我现在使用的是安卓的版本 它的版本号是V7.31 在这呢我就不给大家演示如何在手机上安装迅雷了 相信各位老司机都应该能够轻松的应对 好我们现在扫码登录之后呢 大家会看到这个页面 由于现在还在内测阶段呢 这里呢需要输入内测的邀请码 那么邀请码怎么获得呢 大家可以加入他们的QQ群找到管理员 备注是迅雷内测金水的粉丝就可以了 而且你还可以使用金水专属的邀请码 这里呢我们输入金水神技能 好我们在登录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你手机迅雷的最下面找到最后一个图标 点击我的 在页面的最下面你就可以看到远程的设备了 好我们现在点击进去看一下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已经绑定好的群晖的远程下载的设备了 好那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的使用 首先呢我们在手机的迅雷远程下载呢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用你的迅雷云盘通过利用群晖上的迅雷远程下载 把这些内容下载到你的NAS上 你也可以在这点击加号 在手机迅雷手动添加下载链接 然后通过群晖上的迅雷再下载到你的NAS上 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虽然手机迅雷支持BT种子下载 但是暂时还无法通过种子直接添加远程下载 那你可以先添加种子下载到本地 然后再复制下载连接到远程下载 这样呢就可以实现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晖上迅雷的下载速度 我的是黑群928家CPU呢是G5420内存呢是16G 现在用的版本呢是群晖6.2的版本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载的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 基本上可以跑满我工作室的200兆的这个带宽 在下载的时候呢CPU的负载呢也属于正常水平 好我们现在用电脑上的迅雷来测试一下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迅雷群晖的版本速度还是挺快的 而且呢虽然是测试版整体的完成度和操作体验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总结群晖迅雷下载套件呢 非常好的继承了电脑版迅雷的优点 补足了迅雷生态链非常重要的一款 不但支持磁力下载BT FTP 电铝等目前市面上主流的下载方式 而且你还可以在电脑上用BT文件创建下载 并且呢可以控制下载的速度 那么如果你是会员的话呢还支持会员加速 抱团下载等特权 支持迅雷文件直接取回到本地NAS设备 大大的提高了下载的效率 迅雷群晖固件支持套件在线更新 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大家都应该知道很多第三方的这个套件呢 都只能手动覆盖去更新 非常容易覆盖原来的设置 那你可能需要重新再设置一遍 非常非常致麻烦 而且呢这个套件一部手机迅雷的应用 可以绑定多个NAS设备 目前呢最多可以支持绑定三个设备 相当于有多个NAS的小伙伴呢 就非常非常方便了 那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应用远程的查看 设备任务的下载情况 随时随地的添加删除管理你的下载任务 虽然它继承了迅雷的优点 那同样也继承了迅雷的缺点 付费会员的制度 大家都知道 非会员离线下载的次数呢是有限的 而且呢这个会员费不便宜 不是会员呢 这个下载速度呢就没有那么快 当然这个会员费不便宜 这个也不能算是迅雷的缺点 这个可能是我的缺点 这个非会员下载速度会比较慢 iOS的设备呢兼容性又没有那么好 而且呢你要碰到有版权内容的 问题呢一样是不能下载的 不管你是在NAS上还是在手机上 都是不可以的 那而且你在安装的时候呢是不可以 自定义下载目录的 网页端的端口呢暂时是被屏蔽的 你现在是无法打开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暂时还是无法 在外网远程穿透 使用你家的远程讯累 还有一些兼容性不好的问题 那可能你会出现什么网页打不开呀 二维码刷不出来等等等等 这样的问题 那由于时间有限呢相关的解决方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社区里的这个帖子 那这里有一些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由于它现在还是测试版 那这些小问题呢还是可以原谅的 那相信在正式版之后呢 这些小问题都应该会被修正 迅雷呢当然还是那个迅雷 非常的极致也还是非常的商业 大家对迅雷群晖的版本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发现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当然也欢迎大家去加入他们的官方QQ群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评论点赞转发投币订阅一条龙 YouTube前后班呢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因为他会在第一时间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 无论怎样您的关注都是我持续努力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